在全球地缘政治不确定及经济衰退下 各国央行纷纷新增黄金储备量 根据世界黄金协会的调查 2022年各国央行购买了创建路数量的黄金后 24%的央行表示还会再购买更多贵金属 但韩国却以全球背道而驰 今日韩国央行表示 金价大幅上涨可能见顶 对黄金的走向感到担忧 韩国仍将维持美元流动性 事实上自2010年以来 韩国央行曾因在价格高点买入黄金 遭受严厉批评 自此韩国央行没有再购买过任何额外的黄金 2013年到2023年10年间 黄金也仅占韩国外汇储备量的1% 而截至今年5月底 韩国在世界黄金协会127个国家和组织中 仅持有104.4公吨黄金 是日本的1% 台湾的1% 排名第38 韩国对于黄金抱持谨慎态度 除了黄金价格飙涨 未来可能难以变现 加上全球地缘政治紧张 经济衰退 实在没有必要卖出美国国债 卖入流动性较低的黄金 庄社综合报道 以上的据据 以上的据据 以上的据据